今天到我們從零開始 律動系列班的第二檔課 下律動的移動 來準備 兄弟姊妹們 橫向的 右邊五六七 右腳來 一二三 STOP 二二三STOP 今天有幾個重點 直接送給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直接送給你們 首先移動的時候記得彈性 移動的時候 要有原地的頓點 很多時候在移動的時候 頓就跑掉了 對不對 第二個重點是 你們的手要行程要做滿 原地要做得滿 移動的時候也要把它做得滿 也要把手的行程做滿 第三個重點就是 什麼 胸口是對初學者很難的 胸口是很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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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移動 你要把手做好 要把胸口做好 5 6 7 1 2 3 5 6 7 8 1 2 3 5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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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7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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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要重點是一樣的 你要記得 出力完回身的點會靠放鬆 所以你適合有一下的力量 最後一個我們是要做一個換步 一個點重心的轉換 我們做一個右腳 180度右腳 180度右腳 回來 5 6 7 走 好 看到有興趣的朋友記得 對這個課程有興趣的話 記得 如果有人在我們拉一眼就說 Oh yeah 我有興趣 現在基本上已經有 30幾位遊戲興趣了 所以我只要說 再開一關就 大概10秒內就會滿關 所以 所以你要趕快說你有興趣 然後你會回來這個課程內容 這邊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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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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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在做移動的律動下移動 你可以靠著這個踏步去做不一樣的轉換 我們剛才練習一個大幅度的跨步 這是最難的 左右方向轉換 走走 可以切右邊 切左邊 再切 再切 再走 再走 全翻斷走一摸 過來試一下兩個 來 非常好 完全還沒有學會 完全沒有關係 好 不要改變兩個 好 謝謝大家 下課 YA 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DanceUp的小鈴老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DanceUp舞蹈教室要推出一個 全新的一個課程 這是由我親自授課 課程名稱是 我先看一下小超 好 這個名字叫做 從零開始 律動 訓練班 好 這幾個小鈴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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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吼 第一個呢 我們總共有12堂課呢 會有下律動 上律動 原地跟移動的練習 然後呢 我們會有身體的控制 有胸 有肩 關鍵是 還會有一個腳步練習 最後會有一個綜合排舞列練習 這些一系列的 這些不管是身體控制 腳步 我們都要把 律動 結合在 裡面 讓大家 在 跳任何舞步的時候 你的身體 要有自然的 律動感 謝謝大家 歡迎你的報名 不只歡迎你的報名 期待你的報名 然後這個影片 很難錄 但是 還是錄成功了 講到這邊 也是挺開心的 謝謝大家